嗨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真的超居家的耶 因為我就是走一個居家風格啦 其實我今天沒有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是把自己的肌底弄得好看一點 就是上了一點點底妝這樣 好 那我今天呢想要帶你們一起來分享 我自己常使用的一些美妝工具 包含我是如何清潔它們 以及我也會和你們分享一些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清潔工具 那目前最推哪一些 影片開始之前啊 如果說你還沒有follow我的IG 更多我的生活動態 包含我對彩妝品的心得呢 我都會快速的更新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影片吧 好 那簡單的和你們介紹一下 我自己常用的一些美妝工具 首先呢我們先來介紹美妝蛋跟粉撲的部分 一般我都會累積到一個量 我才會就是一起拿去清潔 所以這一次呢我累積了四個 我們等一下就一起就是把它洗乾淨 那另外一款我常用的美妝工具 也是你們最常用的就是刷具 那刷具的話它也有分那種粉底刷啦 什麼散粉刷 細節刷等等的 所以今天呢我會帶你們一起來走一個 非常療癒的清潔刷具的過程 好 那我先來簡單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清潔刷具呢有分三種狀況 第一個呢就是即刻型的清潔 像是我今天如果說手上身上只有兩三支刷具 外出旅行刷具帶不多的話呢 乾洗盒非常的重要 那一般我們看到的乾洗盒呢 你盒子打開裡面是有一塊海綿 那它這個海綿呢可以幫助你去過渡一些顏色 甚至可以幫助你就是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刷具清潔 然後再來就是我自己使用的乾洗盒 其實每一顆大概都會用個一年到兩年以上 因為我會一直重複的使用它 比方說我覺得它髒了我就會拿去洗洗了 晾乾之後其實它又是一顆新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還蠻好保存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乾洗盒呢 其實它的價格部分也做的還蠻便宜的 大概一百塊上下就有了 不管是你靠寶雅、康氏美或屈臣室 都非常的好入手 好那小小補充一下 我覺得乾洗盒它的清潔程度 如果說滿分十分的話 我會給到七分左右 我覺得它洗起來是超方便的那一種 但它不會是洗得最乾淨的那一種 那第二種狀況呢 我通常就是一週會使用大概一到兩次左右 如果說今天我的時間比較多 心情比較好的話呢 那我就會用到這樣子一個東西 它們是屬於液態型的乾洗劑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還蠻方便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清潔度還要比乾洗盒還要再來得強 那我手上呢有兩款 首先呢是我之前還能分享過 SOLO他們家的專屬樹乾洗刷噴霧 那這個噴霧呢10ml 還蠻小的非常方便使用 然後價格的部分也超級便宜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89塊台幣吧 便宜到爆炸 但是呢我先和你們講一下 技型呢裡面的那個內容物是非常的好用啦 但是包裝的部分有一點點小bug 因為我有一次不容易摔到地板上 它上面黑色的這個蓋子呢就噴出去了 接著呢它就變得超級難按的 所以我會覺得 它的這個包裝可以再緊緊一下 但是內容物的部分我超喜歡 那另外一款呢是031寄給我的 那這次呢是沒有合作 單純我自己覺得很好用想要分享 那我手上這兩罐 粉紅色跟藍色呢它們都是屬於面水洗的 粉紅色它主要是針對粉狀的刷具 比方說像是散粉刷或者是說蜜粉刷啦眼影刷 你都可以使用粉紅色的 藍色這一款它專門是清潔膏狀的刷具 比方說像是遮瑕膏啦或者說粉底刷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藍色的啦 它們的使用方式非常的簡單 你可以選擇一張就是比較不容易破的衛生紙 或者是廚房紙巾我覺得更好用 你在紙巾上面呢稍微去沾取它們的清潔液 然後直接用刷具在上面做清潔 用畫圓的方式呢快速的把那些殘妝溶解掉 重點是我覺得它們的劑型啊乾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基本上你把那些殘妝溶解掉 大概等個10秒到15秒你的刷具 基本上就跟全新的一樣 而且我覺得它的清潔度比乾洗盒還要再更好 基本上你的刷具啊用它們的這個 免水洗的劑型洗完了之後呢 你其實是看不到有任何殘餘的色素 那我自己長期用下來我覺得它們對於毛質的部分 都是有做到呵護的有做到保護的 所以其實你搭配紙巾這樣子做清洗下來呢 也不用擔心它會去傷害你刷具的一些毛質 第三種呢就是大清潔啦 只要我覺得今天天氣夠好我時間夠多 然後心情夠好的話大概兩週呢會清潔一次 就是你可以使用水一洗式的方式 讓你的刷具可以做到深層的清潔 那我手上有三個我覺得非常好用的東西 首先呢是03E她們家的水洗式的一個清潔液 那一樣有分兩種不同的款式 橘色這一個它適合使用在粉狀刷具上 那綠色的話就適合使用在膏狀或液態的 那它們的使用方式還蠻簡單的 就是1比1的比例 刷具清潔液1然後水衣調和之後呢 直接用刷具在上面去搓一搓滾滾滾 基本上你刷具最深層的一些殘妝它都可以洗得非常的乾淨 那其實我覺得03E她們家的這個水洗式的刷具清潔液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很好清潔 是我大概洗個一兩次然後曬乾就可以直接再使用 因為我曾經有遇過我洗了一兩次曬乾 可是我的刷具呢還是黏黏稠稠的曬不乾的感覺 可是明明就已經乾了 然後我再水洗再曬乾一樣就是黏黏稠稠色色 所以我有遇過很雷的相較下我覺得03E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價格的部分也蠻親民的 如果說你有興趣我把它們的官網貼在資訊欄 那這一次是真的沒有合作所以我單純就是好用分享 好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用的 是Beauty Blender她們家的竹炭的一個清潔罩 這個我常和你們分享 而且我買的是最大顆已經用到這樣子 凹洞一個大洞 這個清潔罩超級好用我好喜歡 首先我覺得一樣她的清潔力算是屬於比較溫和的那一種 我不管是拿她來洗美妝蛋或是拿她來洗刷具呢 刷具都可以洗得超級乾淨 而且她的那個罩啊 她的那個泡泡是很容易沖乾淨的 Beauty Blender她們家這個罩呢 是專門for那個她們的美妝蛋的 但我覺得拿來洗刷具也超好用 而且各種美妝蛋她都可以洗得超乾淨 是不留任何色素的那一種 我一開始是先用到小顆的 然後再慢慢換到大顆的 然後大顆真的非常的耐用 我這一顆的話大概已經入手一年多了 很常用喔 超級常用的 這真的我很推 價格有一點貴 可是我覺得很值得 那另外一款呢 是無印良品她們家的化妝工具清潔劑 這個我不知道在台灣得無印良品有沒有 因為我在上海買的 價格的部分呢也蠻便宜的 非常的親民 就是22塊人民幣 折合下來其實我們算貴一點點好了 可能是120塊台幣 好不好120塊台幣 那我個人覺得她很好用 尤其拿來洗美妝蛋她洗得非常的乾淨 再來就是她是屬於無色無香 然後可是又可以把就是美妝蛋上面的那個顏色啊 就是膚色的部分洗得一乾二淨 然後再搭配她們家的這個 清潔盒 那這一組其實我不知道在台灣買不買得到 如果說買的話這個清潔盒我真心推薦你們首到分去買了 首先它就是一個盒子 這個我講個很遍 因為這個我之前有放在我的愛用當中 蓋子的部分是硬的 翻過來它可以亮美妝蛋 因為它是有做通風的設計 平身的部分其實它是矽膠的材質 那裡面呢有很多清潔的一些特殊的顆粒狀 是可以讓你去洗美妝蛋 甚至你可以洗刷具 甚至你把它亮乾還可以當美妝蛋的收藏盒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台灣沒有上真的是很沒有道理耶 那我自己使用的方式是這樣子 把美妝蛋丟進去 然後裡面裝一點點水 這一個清潔劑倒進去 你完全不用用到你的雙手去碰到清潔劑 你直接在平身這樣壓壓壓 美妝蛋就可以洗得非常的乾淨了 而且你看它這個桶子是可以沉水的 可以裝水的 所以你在洗刷具或說洗美妝蛋 那個水資源呢 台灣前陣子很缺水嘛 水資源的部分呢是真的可以被節省下來 這個東西我真心覺得是 好用好用 真的很好用 我等一下會試用一次給你們看 好那最後一樣呢 我自己很常用的清潔道具呢 是這個 可是我已經很少拿出來了 自從我入了無印良品的這個清潔收納盒之後 我已經很少拿出來這個了 可是啊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喜歡用這樣子 矽膠的一個清潔版呢 去洗你的刷具的話 其實這個很好用 這片的話我是在寶芽買的 然後我買150塊左右 我覺得它方便的地方在於你們可以看到整面呢 它有不同的一個顆粒造型設計 而且它還會告訴你說 這一邊適合洗什麼樣子的刷具 再來就是你們可以看到背面它有很多吸盤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黏在你的洗手槽上面 它也不會亂滑 如果說買不到無印良品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 矽膠清潔版就還滿好用的 好的那以上這些東西啊 那是我平常在洗刷具的一些道具們 那我知道一定會有人留言說呢 啊我洗刷具都是用洗面乳 我跟你們說我以前也是 我甚至還會用什麼抗菌洗手乳來洗刷具 可是我發現第一個 不見得洗得乾淨 再來就是刷具的部分 畢竟它的毛質還是需要被保護的 像我們日常拿來洗臉的那一些 技型可能不適用在刷具上 我會覺得可能針對刷具的使用壽命呢 會減短 所以我還是比較偏向用 專門在洗刷具 洗美妝蛋的產品 來去清潔這一些美妝工具們 好那我現在呢 要帶你們去洗刷具啦 因為我這邊累積了一批刷具要洗 走吧 首先我們先試 就是利用Beauty Blender這一顆竹炭罩來洗美妝蛋 先把美妝蛋淨濕 水分不要完全擠乾 保留一點點 然後在這個竹炭罩上面打圈 用手這樣來回的按壓 它就會開始溶解彩妝 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溶解速度很快很快 但這樣子的話其實手指頭蠻累的 因為你要一直這樣做運動 一直去擠壓它 我剛才他們介紹的這個無印良品的清潔盒 我會在裡面加一點點水 然後把美妝蛋丟進去 這樣鎖就不會酸了 吸起來真的超輕鬆的 然後水又不會被浪費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會用大量的清水 把美妝蛋裡面的泡泡洗掉 把水分擠乾之後 美妝蛋就洗完了 是不是很方便 那我接下來換這個 來洗美妝蛋 丟進去 加一點點水 然後啊 擠進去 那Beauty Brand它的這個螢光蛋 是會有就是染色的效果 但是好多讀者跟我說這個是天然的植物色素 所以不會對皮膚有害 第一次清洗完成 其實我覺得洗的大概八九成了 但是屁股還有 就是沒洗到地方 我會再加強去 針對屁股做清洗 可以看到這個泡泡啊 就沒有剛才那麼粉膚了 對吧 它就變淡粉色了 九成九洗乾淨了 接下來我們來到洗臉部刷具的部分 那我先來用我以前最喜歡洗刷具的辦法 那我會先把它們沖濕 直接在裡面畫圓 好每一支都畫圓 很簡單 這個也是 接下來呢我會直接在這個刷具上面 做清洗 然後用按下去的方式 你看它會撐開嘛 去洗到最裡面 接下來就是比較浪費水的環節 因為你要把刷具裡面的那些泡沫都洗掉 好那我會把它這樣稍微倒著 然後讓水去沖裡面最深層的地方 我只有美妝蛋會洗到兩次 那像這種刷具我只會洗一次 那要怎麼知道刷具有沒有洗乾淨 其實蠻簡單的 你在擠水的時候 你可以觀察一下 你的水的狀態是不是純水 如果是純水的話 就恭喜你你的刷具洗乾淨了 如果是泡泡水 或者說還有一點混白混白的感覺 就代表你沒有沖乾淨 那我接下來要換五益良品的這個 搭配03E的這個橘色 深層清潔 然後橘色是專門在洗粉妝刷具的 調和一下它的比例 1比1 刷具就可以下去了 你看顏色已經融出來了 是咖啡色的 開始有點像奶茶了 接下來我會裝一杯清水 然後刷具下去 把大量的泡沫跟 就是溶解的殘妝洗掉 最後用大量的清水 把它沖乾淨 那細節刷的部分 我這個細膠板會搭配這個細膠清潔盒 一起用 這是1比1的比例 直接在裡面清洗就好啦 細節上去就比較好洗 就是把泡泡這樣搓掉就好了 找個平台 然後把它鋪平 我這個是廚房紙巾 因為我覺得廚房紙巾比較會吸水 鋪平了之後 我就會拿一張乾的衛生紙 稍微把水分壓一壓 我會幫你把水分壓下來 今天就要把水分壓下去 好 就是這樣 今天要想要拿到最早的小便 要小心 然後放到最早的小便 我們可以把水分裂 從最多的小便 要小心 到最早的小便 在最早的小便 做個水分裂